怎样更好的有效的避免 因为神学的学习造成教会分裂 这个我们课程后面会介绍 做神学的姿态 这个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我虽然来韩国13年了吧 但是我一直关注国内教会 现在也牧养那些来自中国的一些基督徒 现在也在网上也持续 跟大家上课也跟别人 这个学基督教要义的人去交流 跟他们接触他们 了解国内的情况 包括有一些听论我的课 或者到私下联系我问一些问题的 所以我时刻关注国内教会 国内教会要么因为没有神学造成分裂 因为我们不了解神学 针对一些不必要的分裂而产生的分裂 要么太神秘了等等造成的分裂 还有一些情况是因为是教会里面正直的问题 人际关系的问题 感情的问题不是纯神学问题 所以教程分裂 那因为神学造成的分裂是在国内现在非常普遍 而且非常危险的事情 为什么造成分裂呢 不成熟 用我的话就是神学序论没学好 神学导论没学好 他们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做神学 神学的目的 神学的姿态是什么 所以不是因为他们懂了深奥的神学知识教证分裂 而是因为他们在最基本的 学习神学之前要学习的第一门课程 神学序论没有学好 所以导致成膨胀了 那不是神学害了他们 是他们自己在学习神学 进入神学学习之前第一门课 神学序论没有学好的缘故 所以那些跟别人争论神学 以为他懂了神学 以为他可以教导别人 以为可以跟别人变一变这样的人 其实他们错不仅是错在神学讨论问题本身的态度 最基本的 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很高深了 但是在最基本的基础上的问题上 神学导论没学好 所以为什么学了这样的知识导致成骄傲 一方面是人本性的问题 另一方面就没有做好学神学的基本的姿态 神学的目的方法姿态是什么 所以这些基本的东西没有学好 结果他就错误地理解神学 结果好像神学让他骄傲 实际上是他自己骄傲了 然后对老一代人 对当代人 或者是处理一些意见分歧 如何进行沟通等等 这方面没有预备好 结果造成一些不成熟的反应 所以这个不是神学的问题 是学神学本身这个人的问题 那更根本的问题就是神学导论 可能没有人教他 或者是没学好 所以かな会有优秀吗 对那最后还不错 这次回应اب 这次回应是建设 6と2 4 5 4